8月16日12时 历时三个半月的南海伏计休渔结束 海南省1.67万艘渔船解除禁令 陆续出海沐渔 在海南南部的陵水新村渔港 当地淡加渔民在一场传统寄海仪式后 将采旗插上大小船只 鸣笛呼应有序出海 就保佑我们的渔民 就做这个寄海仪式 因为出海风大浪大 危险作业这种风险很高 所以我们也是祈求他们能顺顺利利的出海 平平安安归来 也保佑他们丰收满载而归 据海南省陵水离足自治县 淡加文化协会会长梁振阳介绍 淡加人自古以海为家 以渔为业 大海对淡加人来讲就像是母亲 出海前举办的传统济海仪式 分颂读济文 敬五谷 五龙五诗 焚香等内容 就像孩子出门工作前 告知母亲 安排家中事务一样 这也是淡加人对大自然的敬畏 我们济海仪式呢 也是我们淡加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 对大海的敬畏 因为我们大海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以海为家 以海为生 所以呢 大自然就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也要敬畏他们 梁振阳表示 当地淡加人除了开鱼一起济海外 当捕鱼过程中遇到困难与问题 也会以船为单位做些济海仪式 向大海母亲寻求帮助 这与淡加人生活习惯有关 是淡加人的传统文化习俗 有一段时间不那么丰收了 我们的渔民都会坐 自己在船上做一些这种仪式 就简洁的仪式 比如说给我们会寄海 就是比如说有用一些供品 还有烧香啊 放一些鞭炮啊 也是为了许求平安和满载而归 优优独播剧的程序